盘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第21名 昆仑三圣何足道 实力准四角级别 一天开场中的宋姓人 有点书呆子的气质 以琴棋剑剑长 号称是昆仑三圣 尹克西和萧香子临死前 让何足道去少林寺带一句 金在喉中的话 意思呢是何足道转告少林寺 被他们偷走的九阳真金 在猿猴的身体当中 何足道为此一情一见一人 为了一个承诺千里迢迢来到少林寺 何足道还未到 昆仑三圣造访少林的声音就震惊全寺 原文是昆仑三圣朗生说道 昆仑山何足道造访少林寺 有一言奉告 这句话刚说完 只听得寺内十余座剧中一起鸣了起来 荡荡之声直震的群山接应 光是这个内力描写呢 就绝对是接近五绝 此时的何足道不过三十多岁 亭中一战 何足道只出半例 就帮郭湘击退了西域少林的高手 潘天庚 方天佬和魏天望 而西域少林这三人 约等于中原少林首作方丈级别的高手 少林寺打算举四而战时 何足道只以一块尖石挥画 就将四前青石板深陷银寸 画出一道棋盘 原文称 少林寺前的青石板 尖于钢铁 以普通石子在上面画出棋盘更是万难 天明 无色 无相 以及心禅堂 七老 无不面面相去 他们知道此人 浑雄的内力 始终无一人能及得 所以只能是低头认输的 后来绝远挑着两个数百斤的大铁筒走了过来 他运功足下 锁到之处 用脚擦去 何足道用小石子 刻下的棋盘 何足道自认自己做不到 于是呢 敢办下风 随后何足道用十六式 迅雷剑法 大赚绝远 结果遭到少年张军宝偷袭 何足道又与少年张军宝定下了十招之约 结果在机缘巧合之下 又输给了张军宝 再将金在由衷的话 带给少林诸森后 匆匆的离开少林寺 并发誓此生不再入中原一部 猜测何足道三十多岁时 差不多已经有接近射雕时期的四决实力 何足道内力不如绝远并不丢人 毕竟神雕结尾前的杨过 在内力上恐怕都要输给绝缘一筹了 盘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 第二十名小东邪郭湘 实力准四决级别 神雕侠侣与倚天通计中角色 大侠郭靖与黄荣之女 俄眉派创派祖师 第三次华山论剑后 郭湘为寻访杨过再次出门游历 并在邵氏山下结识了昆仑三圣何足道 期间小郭湘跟无色斗了十招 无色禅师光凭招式猜不出其身份 后来合足道登场 少年张三丰在与合足道的鄙视中用出武功 郭湘为保护张三丰和小郭湘 带着两人急速狂奔 最终立即而亡 在行将缘济之时 胡乱没送了部分的九阳真经经文 一旁的郭湘张三丰 以及暗处的无色禅师 各自记了一部分 其中呢 无色大师的武功最高得其高 郭湘所学最薄得其薄 而张三丰无任何招式根基 因此得其唇 九阳真经自此之后一分为三 也就是后来的武当九阳宫 峨眉九阳宫和少林九阳宫 襄阳破城时 郭湘因为身在外地 他的父母及弟弟专裂殉国 他则是倚天剑幸存 在寻找阳过无果之后 郭湘在四十岁那年 突然大车大物出嫁为泥 并历世终身不嫁 郭湘知道屠龙刀与倚天剑的秘密 其后半生也是为寻访屠龙刀的下落而奔波 结局应该是源迹于峨眉山 参考郭湘武学博杂 各门各派武学都有过涉猎 手中掌握着颇多武林上的顶级手段 同时创出过峨眉九阳宫 猜测其内力成就呢不会太差 并且其三代弟子灭绝 也算是江湖上的佼佼者 将郭湘排在整个射雕三部曲前二十 问题不大 盘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第十九名 神雕后人黄山女子势力准四角级别 一天屠龙记中杨过于小龙女的后人 从年龄上推算起码是孙子或者屠孙配 出场时年龄约二十六七岁 风姿错约 容貌极美太拟神仙 外貌上和小龙女非常相像 全书中呢仅有两次出场 第一次出场时就道出陈永亮和陈坤的阴谋 帮助丐帮帮主 遗孤史红时夺回帮主之位 邵石山图诗大会上周志若冻念 羽杀金毛狮王谢迅 此时张无忌被三度的金刚抚摸圈限制 一旁的微笑想动手已经来不及 黄山女先是一个身形 制住了周天的自残行为 然后将周志若逼出谢迅身边 而后更是没花多少功夫 就把周志若逼的是险向还生 张无忌看了一会儿后认为 黄山女子在与周志若的对决中 稳操胜券 黄山女子之所以没有迅速解决战斗 似乎是想看看周志若的武功 练到了哪一步 黄山女不仅武功高强 同时她还洞悉了周志若身上的 所有的秘密 并向张无忌提供了 屠龙刀与倚天剑的下落 张无忌问她姓名时 只留下一句 中南山下活死人物 神雕侠侣 绝迹江湖而离去 黄山女子是倚天全书当中 唯一一个真正学过九阴真经的人 通过与周志若的交手呢 可以看出黄山女对九阴真经极为熟练 其实力更是远在周志若之上 而周志若又是以两百招击败英尼婷 能跟玄米二老联手 斗上百招之人张无忌曾说过 九阴真经上记载了武功 高深莫测 如果认真修炼三五年 成就未必会在自己之下 黄山女子在倚天的出场时 不到三十岁 如果再加上一定的后期能力 其真正的巅峰实力 恐怕不会在五绝之下 伤500系统